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高法招令西改 德州驱逐飞移法案 分歧难解 拜登总统在内华达州造势 盛赞高铁 推迟尾气排放年限 环保部出新规 斯特兰提斯将遵从加州减碳规定造新车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出麻疹警报 降息期待落空 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 赛百位明年用百事可乐取代可口可乐 围绕着德克萨斯州执法机构 是否有权逮捕非法移民的法律战 联邦法官的裁决是招令西改 出现了拉锯式的逆转 英文媒体用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乒乓球对攻 做了更形象化的比喻 3月19日 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 认定德州有权动用警力 广泛逮捕非法越境的移民 而在同一天的下午 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庭 立即做出最新裁决 暂停联邦高法 授予德州执法机构的这项权利 由于两个不同的将军令间隔时间太短 德州执法机构都没来得及 按照先前的法令 对非法移民进行逮捕 3月20日星期三 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法庭的三位最高法官 围绕着德州自定的SB4 强制驱逐非法移民法案 展开辩论 各持己见 两位法官认为联邦政府执行美国移民法 由共和党前总统小布什任命的最高法官 李奇曼说 没有其他州声称有权驱逐其州内的非法居留者 这不是由各州自己行使的权利 由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巡回法官奥尔德姆 则表示 他对拜登政府能否证明 整部法律可能无效表示怀疑 这需要在法院考虑法律挑战的是非屈直的同时 继续阻止该法律 而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则称赞联邦法官较早的裁决 称之为德州执法扫清了道路 法官较早的裁决是允许德州警察 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 并授权地方法官将他们驱逐出境 另外 先前对驱逐出境的问题也有争议 争议点在于 把他们驱逐到什么地方 那些从美墨边境非法越境的人 不一定是墨西哥公民 如果把他们驱逐到墨西哥 墨西哥也不同意 这一点已经得到墨西哥方面的证实 墨西哥政府周二表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任何移民 从德克萨斯州返回其领土 除墨西哥公民外 去年12月份 德州南部边境非法越境 被捕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但1月份则减少了一半 这一变化归因于 季节性下降和执法力度加强 德州的移民法之争 是德州官员与拜登政府之间 关于德州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在德州与墨西哥边境执法 以阻挡非法越境的移民 3月19日和20日拜登总统连续两日分别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为他的竞选连任造势 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是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两个摇摆州 对拜登和特朗普都至关重要 拜登在内华达州出席竞选造势大会的时候 还特别提起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之间的一段高铁项目 他说这段高铁项目既能缩短两地的通达时间 由4小时缩短为2小时 同时还能减少高速公路上 同时还能减少高速公路上数万辆汽车减少排碳 还能创造3万5千个新的工作岗位 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的高铁 是由一家私人公司成建的 这家私人公司是量道公司 该公司在佛罗里达州修建了一段高铁 但那段高铁的实际运行速度 并没有真正达到高铁的最低200英里的时速标准 只有100多英里的时速 规划中的洛杉矶至拉斯维加斯的高铁 计划近期启动之后 能在2028年竣工投入运营 而其设计时速是200英里 因此拜登总统说 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修建一条 高铁的想法是荒谬的 这段高铁的起始点 一段在拉斯维加斯市的一侧 另一端在洛杉矶以东约40英里的 圣伯纳迪诺县的库卡蒙加木厂 全程约230英里 这段高铁估计建设成本为120亿美元 联邦政府资助了30亿美元 外加35亿美元的抵税债券 拜登总统希望这段高铁项目能做成功 以便促进加州重拾高铁建设项目的兴趣 3月20日 联邦环保部调整并放宽了去年4月份 公布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年限 规定到2032年 新车销售当中的56% 必须是全电动的零排放汽车 13%是插电式混燃车 包括高效省油的汽车 而传统燃油车的比例为29% 这一标准和目标比欧盟宽松 也比加州自定义的目标宽松 根据去年4月份 联邦环保部制定的减碳目标 到2030年新车销售中的 全电动车和插电式混燃车 占比必须达到50% 新的目标只是把减碳的目标年限推迟了两年 但最终的减碳标准 似乎显得更加严苛 对拜登团队去年4月份出台的减碳方案 提出最大意义的是 汽车制造行业 他们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走向 发现全电动车的销售量增长不堪理想 按进程推演很难达到联邦政府预定的目标 因此向白宫施加压力 终于说服了拜登团队在时间问题上让步 去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达到119万辆 增长了47% 但仍然只占汽车销售总量的7.6% 环保部的这项新规 一方面在时间上稍微缓解了汽车制造行业的压力 另一方面又加大了 促其提高零排放汽车生产的压力 环保部表示 新的减碳标准将在未来30年减少70亿吨的温室气体 而这也意味着增加近1000亿美元的年度净收益 因为其中包括降低医疗保健成本 减少死亡人数 以及减少超过600亿美元的损失 诸如每年的燃料 维护和维修费用等等 共和党人对拜登团队出台的新规 普遍持批评态度 共和党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正在取代公众的个人意志 替他们决定买什么车和不买什么车 共和党人还认为 美国市场向全电动车的过渡 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电动车太贵 人们不想买也买不起 美国三大车企之一的斯特兰提斯 本周二宣布 已与加州达成协议 遵从加州的尾气排放标准 到2030年 该集团生产的汽车当中 68%达到零排放和插电式油电混合车 加州在应对气候变暖议题上 一直走在全美各州的前列 在民主党州长纽森的推动和支持下 加州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碳法律 加州的减碳标准 在全美范围内算是最原科的 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任内 曾做出了撤销加州 自行设定的汽车委系减排法案的决定 特朗普认为 加州的减排法令 使得企业必须承担过重的责任 斯特兰提斯现在加入了福特 本田 大众和宝马 这四家大型汽车制造商的行列 同意遵从加州在2019年制定的有关新规 斯特兰提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塔瓦雷斯 在一份声明中称 周二的协议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对消费者和我们共同的地球都有好处 州长纽森的办公室则表示 欢迎斯特兰提斯的决定 这意味着到2026年 斯特兰提斯将减少1200万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相当于每年超过230万辆汽车的排放量 纽森办公室还公布了一个消息 斯特兰提斯集团还同意赤资400万美元 在加州的公园和偏远乡村地区 安装新能源车的充电桩 另外再赤资600万美元 再选择采用加州规则的其他州 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 截至上周四 美国今年已经有58例麻疹确诊病例 而2023年全年确诊病例也是58例 换言之 今年迄今三个月内 已确诊病例已达到去年全年水平 疾病控制中心提示 麻疹具有高度传染性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一旦暴露在麻疹病毒面前 90%的机会都会感染 疾病控制中心还提醒民众 在对今年的病例研判中 93%与国际旅行有关 而且大多数病例涉及尚未接种麻疹 三线炎封疹疫苗的一岁或以上儿童 所以疾控中心强烈建议各级医疗服务机构 应确保儿童按时接种常规疫苗 包括MMR 2月底佛罗里达州爆发了大规模疫情 1月份费城也爆发了疫情 今年已有17个州 报告发现了麻疹病例 纽约州的病例是在纽约市报告的 麻疹不仅在美国爆发 也在包括奥地利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爆发了疫情 因此任何年龄前往任何国际目的地的人 都应该及时接种疫苗 麻疹是一种病毒感染 儿童受感染的几率比成年人高 麻疹传染性很强 在幼儿园中可能很严重 甚至致命 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全球死亡率正不断下降 但每年仍有超过20万人死于麻疹 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世界卫生组织称 2021年全球估计有12万8千人死于麻疹 联储会在本周三的政策会议结束时 确定目前基准利率维持在5.25%至5.5%的区间不变 使得外界对本周开始降息的期待落空 联储会现保持的利率区间 仍然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同时并没有改变今年内 有三次降息的预测 年内三次降息指的是基准利率在现有基础上 调降0.75% 联储会主席鲍威尔说 目前美国的通胀率正在持续向2%迈进 在获得更大信心之前 利率维持现状 联储会的官员们 预计今年的通胀率很可能是2.6% 而不是先前估计的2.4% 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对明年的通胀估计为2.2% 今年年内如果三次降息或两次降息 明年预计也有必要三次降息 基于消费者户价指数的核心消费者价格 继1月份上涨3.9%后 2月份同比上涨3.8% 这些数据虽然低于去年接近5.5%的水平 但仍然是美联储2%通胀目标的近两倍 但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在通胀方面取得了更好的进展 继去年12月上涨2.9%之后 今年1月上涨了2.8% 美联储还大幅上调了 对今年经济前景的展望 官员们预计 2024年经济增长将达到2.1% 高于去年12月预测的1.4% 联储会对今年的失业率估计为4% 低于之前估计的4.1% 因为就业市场虽然退烧 但继续显示出强劲的余温 尽管增速放缓 但消费者增加消费的大方向没有变 在上调经济增长前景的同时 联储会还将对长期中性利率的预期 从2.5%提高到2.6% 值得注意的是 联储会表示将继续减少其持有的国债 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以及一英尺长的潜艇而闻名的快餐连锁店 于本周二宣布 将从2025年1月开始 在美国各地以百事可乐系列饮料 取代可口可乐 这一重大改变之后 赛百味与百事可乐的合作将持续10年 明年1月起 到赛百味买快餐的顾客 将在百事可乐系列饮料中做出选择 其中包括百事可乐 百事灵堂 纯果乐 加德乐 以及百事可乐旗下的其他饮料 可口可乐公司发布的声明说 近20年来 可口可乐公司一直自豪地 为美国的赛百味餐厅提供服务 我们致力于为赛百味提供服务到今年年底 并将继续专注于为赛百味 奇特许经营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提供我们的价值 赛百味表示 明年1月起 百事可乐就要在2万多家美国餐厅提供系列饮料了 但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也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实际上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赛百味已经使用百事可乐的产品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